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,截至12月26日16时,黄河内蒙古段累计风河长度约505公里,风河水位基本平稳。 连日来,受持续降温天气影响,黄河内蒙古段进入加速风河阶段,截至26日16时,风河上届位于三盛宫水利枢纽蓝河闸下55公里处,风河下届位于万家寨水利枢纽坝址。 当前,山盛宫水利枢纽蓝河闸至风河上届面区间流零密度为30%到60%,山盛宫水利枢纽蓝河闸上游乌海段流零密度为20%到50%。 目前,黄河内蒙古段风河水位基本平稳,尚未出现凌讯险情,最上游乌海段即将入境风河。 据了解,黄河内蒙古段于今年11月27日开始流零,流零时间较长连偏晚约9天,于12月12日开始风河,首次风动时间较长连偏晚10天左右。 临讯是黄河特有的讯情,由于黄河北部的河段从低纬度流向高纬度,每年风动开河存在时间长。 春冬时期受冰封影响,一出现讯情,对沿岸居民构成威胁。 黄河内蒙古段全长830公里,流域面积15.1万平方公里,流经6个蒙市19个旗县区,去年金春风河长度为720公里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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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